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卫林 一起来关心中国河南省州口市 人大代表杨锐 爆出假冒港姿 涉嫌巨额诈骗与刑事犯罪 遭到警方的逮捕 那么州口市据传 已经解除杨锐人大代表的身份 而又有新消息爆料 杨锐手上握有高官的性爱影片 除了让他在去年 突然当上人大代表之外 还掌控了州口官场 被誉为是地下纪委书记 州口市人大代表杨锐 曾以冒牌香港企业的董事长身份 与当地多名县级厅级官员 涉入金钱酒色与权力的交易 随着杨锐遭到逮捕 一连串地方官场腐败 与官商勾结的戏码 渐渐被搬上台面 中国民间的反贪腐资讯网站 人民监督网爆料 在4月28日 州口市人大常会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拔除杨锐的人大代表资格 并调查伤水线如何让杨锐 当上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网在另一篇报道中披露 杨锐今年因涉及集资诈骗 被州口警方逮捕 在保险柜中搜出行贿日记 和大量的性爱影片 报道指出 杨锐在州口市美龄大酒店 开设会所 邀请当地高官慈何玩乐 安排酒店女陪室 秘密录制性爱影片 州口市市民县委书记 和市人大、市委、市政府等 厅级官员都成为杨锐会所的常客 中国警方对媒体表示 性爱影片无中生有 但人民监督网公民记者朱瑞锋表示 可靠消息来源证实 杨锐的确在州口市美龄大酒店 13楼的私人会所 透露官员的性爱影片 目前影片在当地警方 严密保管审查中 杨锐曾经以香港公司的名义 在河南商水县参与慈善活动 和商水县委书记一同站台 但经过调查 所谓的香港公司 其实设立在州口 知情者爆料 杨锐和一名广东人冒充港商 蒙骗地方高官 以港资名义注册企业 非法诈骗数亿元 一名自称杨锐的闺蜜透露 杨锐借由秘录的性爱影片 作为筹码 几乎垄断了州口市的政府标案 在州口官场都知道 杨锐市地下纪委书记 如果有不服从 马上就会被监察为关切 中国女人大代表洛网 似乎揭开地方官员 荒淫腐败的不堪内幕 中国面对官员贪腐问题 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导 好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